这两天跳水项目如火如荼地进行 而美国队里一张亚裔的面孔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他就是Jordan Wendell 美国国家跳水队一级选手 这个皮肤有黑算不上帅的男孩 在NCAA比赛中的精彩一跳 惊艳了全美 而他与其白人父亲的背后故事 更加震撼人心 2000年 作为前海军退役军人的Jerry Wendell 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收养孤儿的计划 他克服了各种困难 与童年在柬埔寨领养到了小Jordan 算起来他与安吉丽娜朱莉的大儿子Alex 是同一批被领养的孤儿 因为Jerry是有同性取向的单身父亲 小Jordan经常被同龄人欺辱 直到七岁时的一次夏令营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以日子的组以做人要结束 我停給他和他一位 我说指这不是你一个小孩 我说是 他其实冬头可我看一刻 他的酷刀 아� Rand 一位教育人家在 Fort Lauderdale 他说他必须得这个孩子 他介绍这些东西 而他上讲 э与童下技能 和他跳上的平衡 他的腿跟他的腿 最好的前面 中地的背重 带他 把他的手上 他的腿 他的腿 他的 порの片 这一跳让他的人生彻底开挂 从中学组冠军到年龄最小的奥运选拔赛选手 Jordan的跳水天赋一步步显现出来 父亲Jerry更是亲其所有变访名师 最终前奥运选手Matt Scorching决定收他为徒 此后美国国内的所有大型赛事 Jordan无往不胜 嫌有人能出其右 连柬埔寨副总理听说了都亲自接见了Jordan 并赞扬其父亲大爱无边 曾经这个因为孤儿身份和有着一个同性倾向的父亲而被霸凌的男孩 如今让父亲如此为之骄傲 本季奥运会面对实力非凡的中国梦之队 Jordan并没有机会拿任何奖牌 即使他仍然是所有美国队员中排名最靠前的 但他与Jerry父子两心心相惜 互相成就 超越种族以及偏见的事实 让人动容 大爱本无将 人类社会学对Nuclear Family的新定义充满了爱与宽容 他说所有社会公认的 以爱为系的关系都可以被冠以亲人身份 再也不拘泥于以往狭隘的生物学定义了 而这对父子阐释出的人性或许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他就是我呼吸的风 他就是我心里的每一步 就如他们一起出版的那本儿童漫画书 《Orphan No More》 不再是孤儿 一只大公鸡温暖了一只小丑鸭 而这只鸭最终有一天实现了华丽转身 好了 希望这次Jordan Wendell的故事能感染每一个人 点击关注更多的信息 我在拉斯等着你 下期见